嘿,大家好,我是Evan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现在马上开发的项目Bravo 在看这个视频之前,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一下之前我录的两个视频 第一个视频是关于Bravo项目背后的开发商Mankis 它为什么可以在多伦多地产街摸爬滚纳70年屹立不倒 第二个是关于Bravo它所在的社区VMC 它是多伦多市区以外唯一一个设有地铁站的社区,它的潜力 其实我在准备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的稿子在的 原因是因为我对这个社区太熟悉了 2013年的时候,在VMC还没有地铁的时候 我已经投了这个区的第一个楼花,是整个社区第一栋楼 叫Expo Condos 2018年地铁在VMC建成之后,我又在这个社区投了第二栋楼Mobilio 今年3月份的时候,刚刚是交房 我会在这期视频的后半段给大家介绍一下 哪一类人住这个房子租金是多少钱,包括我的亲身经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这个视频里面,我要跟大家分享两点 我觉得大家非常容易忽视的这个项目的它的优点 今天要介绍的Bravo,它是在多伦多地铁一号线的终点站 从Bravo项目出发走路6到7分钟就可以到地铁站的入口 Bravo这个项目,它其实是Festival Condos 前几年特别火的连续两年获得加拿大整个加拿大销灌的项目Festival它的第三期 第一个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很容易忽视的对这个项目的优点 就是它这个项目是在整体开发的社区里面的一份子 区别就是如果一个项目它是整体开发的话 这些楼大楼的底座,大家有没有去过多伦多的奥特莱斯那种Stream Mode 它是那种Stream Mode的概念 就是从Highway7开始穿过每栋楼 一直到现在旺盛的那个Ikea 这整一个corridor它都会变成一个Palmina 然后在这个Palmina里面会有展览厅、餐馆、各种精品店都会在里面 第二个就是Manks它这个开发商它会把Downtown那种地下城Path概念带到旺盛 想象一下地下城它是把所有的楼都联系在一起 这个在多伦多的卫星城里面是闻手未闻的 但Manks它就正因为是整体开发的 所以它可以把地下城的概念带到了旺盛 那还有一点它整个社区它是被一个17千米的trails给联系在一起 大家如果对17千米没有概念的话 就相当于在多伦多的Union Station到Finch地铁站的距离 那中间也会穿过各种的小学、社区中心 它这个小学它有Public School和Casolic School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社区整体的效果图 Bravo它就是这三栋楼 大家看整一个社区里面 现在唯一建成的是Mobulo这三栋楼 所以这就引出了它这个Bravo在整体社区开发里面的又一个优势 就是不仅这个地产它本身会把这个房价给拉起来 开发商它也会人为的把这个价格给拉起来 因为它后面卖的几期肯定会比前面会贵 不然那谁还会再来买他们的盘 如果想知道未来它到底会涨多少钱 大家可以去问一下25年前在Cintat下面那个City Place 买楼花的人他赚了多少钱 好,我们现在拿出Makes市政府那67页的申请书来看一下 这个楼一共是有1701个单位申请 然后有三栋楼 我们现在卖的是Tower C 一共是41层 这栋楼它发布的是47层 那马上要开盘的是Tower C 接下来还会有Tower B跟Tower A Tower C也叫做东楼 因为它在整个block最东面 我们现在换个角度来看一下 右边的就是我们的Tower C 或者是写的是东楼 然后你看这三栋楼中间这些都是它的社区的店铺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大家非常容易会忽视的 但是是非常大的Bravo的一个优点 就是在这幅图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面的数字是周边大多多地区 在卖的公寓项目的每平尺的价格是多少 Downtown不用说了 1740块钱每平尺 现在在卖的万景某个项目 大家都知道是哪个项目 它在卖的基本上是1300每平尺了 这个Bravo1200每平尺 它的价格基本上是跟Pickering 跟哈米尔顿是持平的 那已经出了大多很多地区了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Bravo它是唯一一个在卫星城里面有地铁的项目 Excuse me 地铁站 它居然比万景还要便宜 万景是没有地铁站的 Bravo是有地铁站的 大家知道这个地铁 它这个东西是一个国际语言 无论你是从哪个背景来的 哪个国家来的 只要这个项目旁边有地铁 那它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地产项目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Bravo它的价格表跟户型图 它这个项目一共是在交房前需要付15% 基本上是每年5%左右 然后车位呢是68,000一个 Locker是5000块钱一个 2028年的时候交房 它的户型呢一共是有540个户型 我说是东楼啊 就是Bravo里面的第一栋楼 主要的户型是有Studio 这个差不多是45万起 然后呢有一房 一房差不多是16万5起 非常方正啊 没有任何的浪费空间 然后呢一加一 你看它一加一都是可以住人的 它把这个床位都已经都已经画在里面了 一加一那是65万起 然后还有这种小两房 小两房的话它是75万起 然后这种正常两房 差不多是80万起 那这种房子 你看它一个抄袭的 它对的是Cold Yard 然后左右两个房间 Split Bedrooms 隔音效果非常好 也没有太多的浪费的空间在里面 那说完了Bravo Condo 它的两个大家非常容易忽视的隐形优势 然后还有Bravo它的户型图跟架构表以外 相信很多买这个项目的人 他都是投资客 所以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个楼 它所在社区的租房市场 会不会被饱和 视频的开始我刚说到了 在今年三月底的时候 我拿到了我在这个社区买的第二套楼花的钥匙 就是Mobilio 我的团队几乎每个人都在这个社区有职业 都是非常看好在这个社区 它未来的前景 那我自己的拿到的房子呢 包括我帮我客户租掉的房子 基本上都是在两周之内就找到了租客了 那当然了 这两周以内租掉的记录是Ivan团队的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大数据 这个楼呢在去年年底到现在 一共租掉了325套房子 大约估算一下私人租掉的房子 这个租客的比例 它差不多是整栋楼的65%左右 这个非常符合多伦多其余楼的租客平均比例 那其中studio呢可以租掉是1800 一房可以租到2000 一加一可以租到2400 这些小户型 它平均租掉的时间是17天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户型 一些大户型呢 它的平均租金差不多是2700左右 那它租掉的平均时间是24天时间 那大家非常清楚的一点是 无论它是小户型17天平均租掉 或者是大户型24天租掉 这325套房子 它是在同一个时间段陆续拿出来的 半年时间它就消化干净了 这足够说明了VMC这个地段 它的租客消化能力是非常强的 那我接触到的来看房的租客 它主要人群有大陆人 香港人 CBC 然后本地白人 东欧人 中东人 非洲裔 然后包括印度裔 以年轻家庭跟年轻Couple为主 他们住在这里主要的原因是离学校近 因为6分钟时间坐地铁就可以到约克大学 里面有5万个学生在那上学 还有一个原因大家会非常惊讶的是 很多在Downtown工作的人住在这里 原因是因为这边的租金比Downtown会便宜很多 好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的分析 如果对Bravo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 我是为数不多的可以第一批拿到这个项目的地产经济 好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们是Evan Ciao